看着她的模样 眼睛胀痛 鼻子发酸 她将她按入怀里哽咽着 慕如风 对不起 火在吃了 慕如风 你来了 真好 杨若初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脑袋一歪 人就晕过去了 慕如风吓得肝胆剧烈 连忙抱她到河边 四处跑脚 打湿后给她把脸擦干净 她的脸颊红肿 还有一些轻微的擦伤 最重的就是手臂上伤 检查她身上的伤后 慕如风暗松了一口气 若初 你等我一下 这些人就是死了 我也不能便宜了他们 她去把马车和三具尸体 全部处理了 这才返回来 抱着她离开 因为怕她遇上事 所以她一直交代侯赛雷 让两只猴子暗中跟着她 一起去镇上 结果早上一只猴子回来吱吱乱叫 侯赛雷咬着她的衣服 往镇上方向指 她心知这是出事了 连忙一路追赶而来 幸亏 这些猴子都有灵性 一路留了线索 她和侯赛雷这才能赶过来 只是她还是迟了一步 在半路上遇到杨凤儿时 听她说起这边的情况 她整个人都快要疯了 从未这么害怕 从未这么着急过 回到家里 多多看着昏迷不醒 又很是狼狈的杨若初 哇哇地哭 凤儿 你带多多出去 我给你大姐上药 好的姐夫 杨凤儿一路上将木如风 对杨若初的温柔呵护 全都看在眼里 很是羡慕 她忍不住看了木如风一眼 这才牵着多多出去 端了热水进来 放下帘子 她仔细地帮她清洗伤口 抹上药 包扎 腰擦上去 她无意识地痛得直抽气 整个人都打哆嗦 忍一忍 很快就好了 她还是太便宜那三人了 应该碎尸万段 再一把火烧了 姐夫 我大姐没事吧 没事 一些皮外伤 小妹 今日之事 你切不可对外说出一个字 谁都不能说 就是大姬和爹娘都不能说 明白了吗 人家若问起你身上的伤 你就说你们姐妹二人 在路上摔了一跤 从山上滚了下去 听懂了吗 姐夫放心 我知道了 我一定不说 谁都不说 这种事情说出去 他们姐妹二人的明节就没了 杨若初一直不醒 半夜还发了高烧 这可急坏了慕如风 她打着火把 背着杨若初去镇上医馆 不敢惊动杨老大夫妇 她找了客栈住下 再去请了老大夫 大夫 她的情况如何呢 没大事 受了精 找了粮 所以人才烧了起来 你这里走不开身 我回去让人抓药 先好后啊 让人送过来 你呢 先拧帕子给她敷敷额头 身子上出的汗 也得擦干了 不然呢 粘在身上 又会着凉的 慕如风一一应下 可老大夫离开后 她就有些犯难了 这拧了帕子敷额头 好办 可是擦身上的汗 这就难办了 光是想一想 慕如风就脸颊烧了起来 最后她还是咬咬牙 闭着眼睛给她擦身体 天不怕地不怕的铁汉子 给人擦个身子 愣是把自己也擦出了一身汗 双手抖得厉害 她长长地叙了一口气 看着床上沉睡着的人儿 眸光都不觉得温柔了